那很多花友呢喜欢在家里面种一些蔬菜和水果 像这种人吃的东西呢 大家不想用药 但是呢 怎么要蛆虫 怎么要治病 这个问题呢 很多的花友就非常的愚昧和纠结了 那接下来呢 给大家首先分享蛆虫这个事 其实呢 咱们自己啊 种一些个茄子啦 草莓啦 您可以用类似于杀杖 就是蚊杖的那种感觉 给它笼罩起来 用一些杀网给它隔住 很多的虫子呢 都可以避免 因为虫子呢 大多数是靠飞的 它的母体会飞过来 从你这儿下卵 所以说你给它隔绝就没什么事了 还有小鸟之类的也会偷吃 对吧 这是一个方法 怎么样防病 像跟华尔美也一直说 一旦发现一些个病害的时候呢 那就说明家里面就是说潮湿 闷热不通风 真菌类的这个东西 怎么理解呢 就像蘑菇 木耳这些东西呢 它一般是比较害怕太阳的 比较害怕干燥的 你像咱家里面一旦潮湿 闷热不通风 这些个真菌呢 都是以包纸的形式 在空气里面都可以传播 所以说呢 它一旦落到这个上面 就开始滋生病害了 所以说你啊 第一点是加强自己的通风制造管理 再有一个呢 就是加强自己的一个肥力 你一般植物比较壮的时候呢 它就不怕什么病害 因为它自身啊 有很多的煤 它可以抑制这些个病害 这是一个点 还有一个呢 有的话说 确实你说的这些个呢 我都做到了 但是还很容易得一些病害 那怎么办呢 大家就可以用一些个 你比方说 以前的时候 我们种地的时候 会用一些石灰啊 给这个土壤做消毒 因为我们一般是种麦子和玉米 它的耐点性比较强 但是种花呢 可能不太适合 还有一种 叫石流合剂 那个呢 毒性就非常的小 就不会说是对 咱们吃的东西 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然后呢 就是再有病害的时候呢 就及时摘出叶子 及时摘出一下 真的是实在不行了 您就用点多菌磷 有的话说 不是吃的不让用药吗 我负责任的说 包括就是人抽的烟啊 咱们抽的烟 我之前在云南当兵 那个烟呢 是两天就得打一遍药 有时候一天得打两遍的药 还有一些个 蔬菜和水果 我就不说了 产生大家吃到的 百分之七八十的都会有 无公快的 这儿八经的少 所以说呢 逼不得已的时候 就用一些药 尽量的不用 好吧 欢迎 然后呢 还提到一个 说这个 种一些蛆虫的植物有效吗 我负责任的跟大家说 尤其是蛆蚊草 这个呢 还有艾草啊 比方说种一些 你要了解啊 种一些蚊子 就是种一些蚊子 比较害怕的那些植物呢 是芳香类的植物 也就是说什么呢 它比较害怕这种香香的气体 就打个比方说 人闻了某些气味比较臭 就像臭豆腐 就像榴莲 就像那个螺蛳粉 是不是很臭 对不对 有的人闻不来 一闻就想吐 但是这个东西呢 不可能说是 啊 我防止小偷 我门旁放个臭豆腐 不可能 去虫的植物 不可能完全 把虫子全部去干净 也包括蚊子在内 还有一个就是 我早在15年 在唐山卖驱蚊草的时候 驱蚊草里边 一堆蚊子 简单一get 也就是说 物理和化学的方法呢 同时用 好吧 尽量呢 就是养发的时候呢 多花一些心血 来栽培它就好了 一些关于果蔬 防虫和防病的一个视频 献给了大家 觉得不错呢 忙让大家点个赞 我是老华一 养发最在一 今天有问题的视频下留言 拜拜 哎 嘿嘿 嘿嘿